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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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感谢来自于 T4两款酒区的 叫做锦炎绿的玩家投稿 非常感谢 这个我们最近已经很久 没有看过这个脸投稿了 确实是没有时间 大家也不用跟我们投了 甚至不好意思 因为最近确实没有办法了 因为已经不是学生了 已经上班了 所以比较忙也是 好那么这个 虽然是8号尾 不过洗手牌还是很不错的 一杀一战 防御率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关键是有一个连堵 那么作为黄盖 看到连堵 怎能不动心呢 这个事情我们常说的对吧 就是你手里有个连堵 你该不该挂 很简单 你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这个连堵 那你就可以挂上对吧 因为挂上了 流刀后期自然好 被别人拆掉顺着 也不心疼 如果你是很需要这个连堵 那你就应该把它藏在手里面 比如说你是黄盖 比如说你是黄尔英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关羽 这个连堵都很重要 所以你就把它藏在手里面 因为你有这个连堵 你的能力是能够上一个档次 好这边出了一个卧龙 这个应该是那个画牢皮肤的卧龙 对吧 那个 其意为正之正 正意为其之其 彼此相求 循环无穷 的那个卧龙 好 那么就是那个曹操司马懿 那么你要注意了 作为一个玩连堵的人 看到司马懿 就一定要当心了 如果你准备新军场 你一定首先要给自己想好 怎么样解决这个司马懿 如果你想这一轮弄司马懿 那就可能手机连堵 不要挂 出来会比较好 对吧 在雷朵挂出来间 先把他打死 我也比较好一些 好 这个是后话 我们这儿再说 这边出了两个手 我特别的自信感觉 杀一下司马懿 犯他 然后最近继续杀这个魏国 他能赶快 司马懿 一下打了一滴血了 这点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吧 因为这个应该证明 他基本上就没有 对吧 证明他基本上应该就没有闪了 他前期的他们对不对 他没有前期的那个红牌 所以证明他这样基本就没有闪 因为这个时候有闪 肯定会出的 他的血量是很宝贵的 好 那么这个 看了六号位的主将 然后装心二戒 直接选择过 最后位也是很难听 那看我们上架是谁呢 两个装备 直接过 那么到我们的话 也说实话 无事可做 那么前面讲过这个问题 是吧 你很需要这个连弩 所以请你不要把他挂上去了 你把他留在手里面就可以了 好 这边出了一个刘备黄忠 三个主将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主将 你就强了 并不强 你像这种人 这团战都没什么用的 这个人包括能力 也非常非常的有限的 你不要说 刘备好像团战很强的 国战刘备 你身份刘备 还是做了一个档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也经常说了 刘备这个武将 它是属于它的排架能力 要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体验出来 所以刘备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除非你的队友是有张飞这种 或者鹰这种 很需要牌的 然后你给他关键牌 对吧 然后你给他猫入侵 我们这里有杀死也无所谓 两个男麻 其实你发现没有 这两个男麻一放的话 这个场面基本上就比较残了 而我们是在刘备是严重的 所以时间待会儿 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刘备打死 是能够摸很多牌的 对吧 因为就有三个守护雷星 是能够摸三张牌的 既然我们有连弩 对吧 两个残血 这怎能不动心 那包括这也是个残血 对不对 所以这里你就要注意 这三个人身份情况 如果这三个人身份 能够在这一轮明确下来 你就可以考虑 有没有机会出来 一波 抽全场了 因为你也不担心 这小猪狗的副将而庞统 对吧 因为庞统你出来了 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没有什么威胁的 如果是个 卧龙凤雀 这么 黄尔英庞统 什么爆发能力的武器 所以也不用 特别担心这个人 杀一刀 司马爷还要闪 那这样的话 司马爷的闪 也耗光了 现在没有牌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待会 有经过一刀 就把他打死 如果能把他打死 我们后面这个 又连弩 清场 基本上就是康装大造了 除非你放到天上 填封这种人 不然一般来讲 这个连弩就不太会 被别人拿走 是吧 好 他是看过他的身份的 这里 那么默尔队 就读条 四血五千 所以他肯定不是一个 五果了 对吧 那么也不是五果 尤其跳了 飞手 逃一下 那这么一切局有 四个数 还是很可怕的 那么这里是个朋友 那么主将应该是谁 对吧 主将应该是双头了 这边让出一个 Gunford 俨然一副 四水 我开头玩的样子 但是你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场面 所有人都已经残血了 这个局面对我们非常有力 现在只用看 现在中战最好的 上架是谁 可是偏偏上架是我们队友 而且是一个很强的 孙权 所长架 这又更稳 因为我们待会可以 拼点 就直接拼 孙权 你也可以选择去火攻 这个刘备 霍庞德 看好他们手牌以后 然后去拼点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是 手里没有桃子 所以这个表格 我刚才虽然要受猛 挺怕他把这个钉拿走了 你看他给四马一试一下 这反而干扰了我们的 这么一个清场机会 因为这意味着 如果你不九杀的话 你可能需要两刀次打四马一 也就是说会触发一次 他的被动 不是 他的这个反馈 那么只要触发一次 你就有危险 你这个东西会被 会被拿走 知道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里 你实际上可以火攻 没有必要耗这个 孙权亮的牌 你可以直接火攻 这些只有一张牌的人 然后待会去拼点他们 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反正现在这个九桃 也比较多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更愿意 这里怎么样呢 先九杀 把四马一打死 那么你可能会说 那我能不能 先不管这个四马一 去亲属我呢 你的想法很美好 但实际上是 你看 关键新发 就是你这个 心想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放AOE 就是你还是会触发 四马一的这个反馈 对不对 所以我一般建议是 你能不能 一下子先把四马一打死 最好的 这里你当然没有 挂连弩的勝选 但是呢 毕竟还是有一定几率 让四马把这个牌拿走的 所以还是有一点 小小的冒险 但是呢 问题不太大 因为世界上牌 他只能把连弩拿走 那我觉得你今天 也不用打三护杀了 今天这个运势 可能不太好是吧 那么接下来就 比较轻松了 这里基本上一刀 应该能够把四马一打死 而诸葛亮也会死掉 那这样的话 再摸很多牌 基本上这局就没有问题了 由干分之类 你也不担心 他是那个 旁斗了对吧 如果他是这个老诸葛 他也挺会亮的 所以这局应该就很轻松了 你看到好像 泰尔茨的爆发很强 但是毫无疑问 这局黄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黄盖 给泰尔茨提供那么多牌 你这个万剑啊 桃子啊 都是从哪来的 对不对 所以看到黄盖这个爆发 那么摸上泰尔茨的话 效果非常好的 因为黄盖常常放到一个问题是 他摸了很多牌 用不出去 你摸了很多这种 基本牌也好 最终 都还是要进入其牌队 那这样的话 你的手里打不出来 那最终 你又是一个很残的状态 进入一个 接下来的局面 是让你对后来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争取 能够再爆发那一轮 虽然我自己残了 但是呢 我能够把现在人都打死 至少进入一个优势局 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 那么配合泰尔茨 随着这种 有优秀收贯的那种武器 就能够很好体现出 黄盖的价值 这就是这局 也是非常感谢 这名玩家的投稿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局录像 二局录像 上一局 你可能会说 这个黄盖固然发挥很好 但是呢 它毕竟是 有特斯上面 一个配将的情况下 当你的配将 不是一个爆发力武器的时候 黄盖还能不能有发挥呢 我们看看 在这种情况下 黄盖到底应该怎么玩呢 也就是说 几乎一个单黄盖 你能不能凭借 它的这个爆发能力 来 完成一部出现场呢 我们就看第二局录像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来自于帅哥靓女区 万箭齐发区的这名观众 叫做防碍连影者死 的投稿 非常感谢 那么选将的话 这个卫国组合 你可以选 孙接黄盖 我们是选了孙接黄盖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好玩 为了选而选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你如果用胜率来讲 肯定是那几个卫国组合 胜率会高一点 尤其是这个张和张辽 对吧 应该比孙接黄盖 但胜率还是高不少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手牌还是很不错的 两个男蛮一个闪 这意味着我们就完全 不需要留杀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即使有了这个万箭齐发 手里可能 还是留一张闪 更安心 因为你保不定 哪个人会来杀你的 或者袁绍 看完结 但是 你手里有两个男蛮 你就完全不担心 会有另外一个人 凭空变出一个男蛮入签了 并没有这种武将 诸如草草 他们都是需要 有人放男蛮 他们可以接着放 那现在两个男蛮 全在你的手里 你就完全不需要留杀了 毕竟决斗 本身就很少 也不太有人被试诺 就决照到你身上了 对吧 那你太老了 好 那么这局 你看一下子出来 两个boss 还是挺可怕的 连弩被他判掉了 真是很遗憾的 好 一个问题起发 那这样的话 三个AOE都已经明了 对吧 他这放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这里双张闪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男蛮 所以待会儿 基本上我们这个虚报 就很自由了 那对于黄开来讲 虚报什么派比较重要呢 除了联动以外 那就是能够让你回血的派比较重要 对吧 比如说九桃 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桃子 好 这边司马神就直接压这个三不脉了 没有打这个名将 那么这种局面 八个人跳两个卫国 这是卫国最危险的局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 不建议大家用卫国无脑跳 你四个卫国的话 你跳不跳 基本上都是赢 赢家概率比你还是小 对不对 而如果不是四个卫国 这种两个卫国是最尴尬的 你嘲讽又高 你又不能打全世界 这就很难受了 打一个残忍阶 看了八号位武将 然后打那 然后谁呢 试试那个男人 孙策特别的厉害 你找孙策 决斗 决斗赢了 上一刀 那么直接进入一选 孙策最强状态 我们看待会孙策 会有什么样的发挥 一一的孙策 好 这边果然还是 虽然是有两位 两武 但是明眼睛都看出来 这个时候谁强谁弱 对吧 因为赢也是就直接去打卫国了 这个真机司马 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武将 那这里他有黑牌 可以全给那边 待会又是一波 很可怕的爆发 当然了 我们也说过真机司马 他这个爆发 很多时候摸都之前 没有用的黑牌 所以这个作用是很明显 这样的孙策 这里明显应该给周瑜补牌 而不是去拆牌 你这个 一滴血的时候 英文摸172 这个拆牌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小的 也就是拆这种手牌 非常少的人有点用 对吧 一般是没有什么用的 不如补牌会靠谱一点 换解这个周瑜补牌 也不算特别的好 好 这边让出来了 这个柳不貂蝉 资料完 你有火攻 那这样国家会死吗 我觉得应该还不太 不太会死 对吧 毕竟过那么多牌呢 这个人掉一血 就当于发动一次 这个女儿巨弓 特别的厉害 摸三张摆 对面摸一张摆 好 那么到司马的回合 这个兵也好 乐也好 问题都应该不大 他应该都是能过去了 我们关键是看看 他这轮过了以后 这轮爆发 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看来也不咋样嘛 一改那桃子改了 你再聊一下 那么周瑜这里 就实际上挺危险的 这里希望说 这个副将是谁呢 大家都肯定希望 他副将是一个周泰 对吧 好 这个乐天过了 那么司马一改 当然也无所谓 这里有可能会不过家打 这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 有没有机会出来呢 实际上约 我觉得这个苏尔江 马上就死了 你看了没有 所以这里实际上 你说想三个五 如果出来开团打全世界 是比较难的 我们还需要 等大家机会 但是现在比较不开心的是 就是我们的周瑜周泰 已经进入部区了 虽然他是 周瑜周泰组合里面 在进入部区里面 进入部区以后 依然能有 不错战斗力的一个组合 但是 毕竟进入部区了部区 意味着这就意味着 你随时可能会死啊 那么这样一个队友 就是我们有点担心的 因为黄盖的问题在于 他爆发完一波 往往自己残了 所以他如果有一个队友 他就会安心很多 他跟队友爆发以后 他进入一个二打一 那么这样的话 棋手黄盖周然很残 因为有队友在 不过还是会占据优势 但是现在我们队友 比我们更残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局面就比较难受了 因此呢 我们现在亮将的话呢 还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你现在亮出来 就是被打 对吧 好 那么注意这里 又有顺 又有志力之笔 你肯定想顺这个把握队 你想看他对不对 那么怎么用呢 一定要先顺再看 你先看再顺 那你就就暴露了 自己的名 飞群身份 他就后来打我们 对不对 就是你先看的话 你之后送的任何一个举动 都会跟你的身份挂钩 而如果你先顺 再去看 那么你第一个顺 就跟你身份不能挂钩 前方不能够 根据你这个举动 判断任何 判断你是什么人 他也就没有理由来打你 对不对 虽然八卦阵没了 但是知道我们这里 没有跳入一个飞群 这样前方就不会 他可以针对我们 好 那么这个吕木 觉得自己是大国 又开始压这个 蜀国和卫国了 蜀国无国了 说错了 实际上珍妮斯马 这么大的boss 我觉得你得注意一点 我觉得你们两个群雄 是无论如何 打不过这边的 对吧 好 那么周瑜到底是很那个 我一边压珍妮斯马 一边打你 因为我知道珍妮斯马 是个大boss 所以我也不会让你 过得那么轻松 反正这个群雄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然华尔叶 很坏啊 他这里也是 把这个周瑜 让上替换机了 给自己回去 特别的 不如了一个玩家 好 那么既然这里 因为你如果是群雄 基本上一定会亮 所以你这里不亮将 就是飞雪了 那既然我已经明确飞雪了 那我就看你好了 对不对 那反正我也不亮将 因为我不担心 他们会过来压制我 因为这两个人 抓到都比我差 所以这里 即使我是暗将 但是人的这个天性 总是贪婪 他总是会 计较于眼前的 这个迎头小力 他觉得 这个突馆 我打死他 这两个是残的 我要打死他了 他也不会说 你这个暗将 多数人来讲 这就是果然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能有机可乘 好 那么不过真心突馆了 再加上这个人 确实是个大boss 所以打他呢 也没有问题 周瑜是一把带走 那么注意 这一轮 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 田凤已经一滴雪了 我们有两个男蛮 我们这里的 如果一波爆发 能够把火尔英的怪兽 拿过来 九杀吕布 再两个男蛮 如果他把吕布打死 田凤会被 很有可能 也就跟着 就一起死掉 对吧 随时 所以这里 又没两个桃子 那么就果断 两将的开始爆发 那么注意 这里一定要留一个桃子 至少留一个桃子 因为你男不如期 周瑜可能会进入 你可能需要救他一天 那么一下不去 没有花色 那个电出双合 很好 那么这样的话 那注意 田凤自己 肯定已经没有桃子了 是吧 你看所以 这个桃子留得很关键 把周瑜这里捞了回来 那么接下来就很好打 对吧 那么把他一拆 就杀他 田凤这里 必然是没有桃子的 所以他死掉 田凤跟他一起死 那么接下来 打一个花瓦英就很准分了 虽然我们两个都残了 但是毕竟 周瑜有这个 反剑在 有机会一轮 把花瓦英弄死 对不对 这里也是五福能 想找桃子 但是没有找到 很难受 那么把白石自己装 看能不能 周瑜待会儿 帮我把白石砸走 所以我们这个主将孙坚 也是什么 也是 对黄盖有那么一镜 相信的因子 因为黄盖的一个问题 在于 这里应该把花瓦英打死 黄盖的问题在于 他苦完以后 就失去任何战斗力了 基本上 孙坚能够让黄盖 在苦完以后 仍然能够保持 一定的战斗力 虽然这战斗力也不强 因为一滴解的孙坚 也是随时会死的 但是毕竟 他只要不死 美伦就还能 创造出牌茄 而如果你是个单黄盖 那么你苦完 只剩一滴血以后 那你后面就 基本上就跟一条咸鱼 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组合嘛 当然这里孙坚并没有发挥 主要就是这个单黄盖 对吧 靠我们这个虚报的手牌 和对这个局势的把握 完成了一波直升 也是非常感谢 这名神秘玩家的投稿 不过从刚才这一局 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黄盖 如果不搭配一个 有用牌能力的武将的话 还是比较发力的 就是你会有大量的 用不出去的手牌或气量 所以你虽然可能会 苦肉拿了世界上牌 但是你真正能够 造成的收益 也是有限的 因此他还是搭配一个 有额外用牌能力的武将 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除了苏双江 他是刺以外 用牌能力 比较明显的有谁呢 那么甘宁 就是其中的一个 相当时四选嘛 跟黄盖算是四倍四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局 就看看这个甘宁黄盖 这个组合的发挥 也是我觉得 挺精彩的一次武将 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 其实这个选将 如果我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这个 泰尔茨我是一定会选的 因为泰尔茨是 吴国里面比较 比较少有的 有收更的武将 但是我们主持角呢 选择的是甘宁黄盖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来自于 百度专区的玩家 做到标帅的投稿 非常感谢 那么二号位 这个手牌实际上不用换了 可以 二号位 因为一个南蛮 一个桃子 就这么防点AOE了 而对于甘宁黄盖 这个组合 白石子 就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加上一个桃子嘛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还是前面讲的 对吧 你很需要这个连路 所以起码 留在手里面 不要把它挂上 关键启发 那掉血 不要紧 我们想有桃子嘛 一个桃子 一个杀 一个南蛮 这样也是变相 这局的节目 也算是一拨三折了 差点出了两个卫国 看我没刀 比较难受 一副的打全世界的样子 当然小队 这个红槽兄弟组合 对吧 一大牢一下 这边是一个三不麦 是吧 神木将在这里没有亮 基本上就不是卫国了 尤其是卫国 就一定会亮了 是我们的队友 周瑜 拆一下下一个桃子 但是他这里 如果血回不起来的话 后续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这个卫国 就会把毛都 打了 这边是一个虚晃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 打国战的时候 遇到那种 三血 有个武将没亮的 暗战卫国 如果是你确定 他那个没亮的武将 是个三血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杀他世界 一定要三思 这个可不可能是国家 可不可能是四马蜜 可不可能是扫屁 可不可能是血 因为这些人的技能 触发一下 可能会局面 引起一个 天翻腹体的变化 所以你杀他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包括一个武国 有一个没亮的参与家 你一定要想 会不会打起大桥 会不会小桥 这有可能会出事情 对吧 好 那么他既然放权了 孙策孙策 选择给大家这个 英魂一下 对吧 这个有机有还 再见不难嘛 下一轮反正 他连动两轮 第二轮还是可以去 给周瑜去捕海 但是呢 他这里如果回表写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这轮 就到这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孙策孙策这个组 还是四血比较 三血的话 还是太脆了一点 你看 这状态 待会儿为我一个AOE 他就死了 好 那么上加神 你看这才 才刚刚第二轮 一个南墨7打过来 杀一刀 局似乎是没有杀的呀 好 那么周瑜就要选手 一杀 又杀掉血了 那这个 哇 还给孙策打一个无蟹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一个乱舞 三人都死了 是吧 我们这里也就一续 但是无比的刀子 有个白石子 所以还可以 这个局面应该说 还不是不能打 这边是个庞统 难怪这么自信的 那么孙策可能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进入了个3打2 3打3 那这个局面下 我们就有点亮将干事情了 因为这个魏博士 虽然两个人都一血被乐 但是这个魏博士有 真机国家这种 一个顶两额的 武将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出来段时间 当然了 毫无忧问 你肯定要先要把你的血 回起来 对吧 你如果这一轮 把魏博打崩 但是你也是以一滴血的姿态 结束你的会合的话 那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么这里 原来就跟我用一下 不错 一下子有三个桃子 那么扑一下 又来个 这这就有点可怕了 对吧 那这个魏博可能 也是万万没想到 以为这个黄盖是垂死挣扎 没想到 这有可能开花结果 那么注意这次面晚安 那么这里我们基本上 是能够把他们 排都拆光的 那么上一个 观世斧 那这个连弩 实际上你 考虑的不一定这轮 要连弩打全世界 因为你这个连弩 是肯定不能够 收全场的 无论是流战还是加训 你就打不动 那既然如此 那你也没有 不要成男女龙兔兔兔了 倒不如对吧 这里先把魏博人头一收 让我们见机形势 争取两个血 或者三个血来过 让我们有一定的 这个续航能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一个 直接杀了 这里 那这里直接杀了 也没有考虑 这个循运 会不会还要久 怎么样 直接杀了 好 不错 打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 至少应该是 有机会把这个 小吕多打死 这个南无尔亲 对吧 那么既然如此 那这个魏国 尊敬国家 你倒不如也收了得了 因为现在你是 打崩大驳的那个人 他可能会对你仇恨 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一个火供 那么一个灵组 把他带走 也无所谓 对吧 而且就这个三刃局 因为相信这两个人 现在谁 都没有把握 说能够吃掉我们 给另外一个第三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生命 应该不太是威胁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嘲讽 应该是比较低的 一个是近乎神装的假许 一个也是近乎神装的流善 相对来讲 我们嘲讽是最低的 所以他们应该也会 把彼此视为最强的 一个近乎神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就果断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看齐对吧 我明明火杀 我谁都可以打的 但是我谁都不打 要么注意 这个流善这里打加许 还挺拼命的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局面 好像我们现在 是最弱的一方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真的是最弱的吗 这流善很想打这个加许 看来他很自信 跟我们拼单挑 对 一般人的眼中 看来流善庞总 在上神装了 单挑能力 应该是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怕他吗 你自己先讲 我们是不怕他了 是吧 因为甘宁是一个 尾过牌流 就是他是能够 能拉牌杀的武将 他可以靠奸一马的卡人 这只武将 牌杀的武将 擅长打谁 擅长打不动白 对不对 流善他就是一个不动白 所以我们干净打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说庞总是过牌流 但是我们黄盖 也算是过牌流 所以我们单挑这个 流善庞总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神装都是假的 我们可以拆 对不对 相反 这个两个大刀 开过的假许 才是我们真正 讨厌的目标 因为我们打下去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 单黄盖打他 那这里我们是 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这里我们就打下去 而恰好 刘善又是这个一套 所以我们要一起打 那么你要注意 三人局中 当两个人要打上共识 打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其中 必然有一个人的倒子 是不够清楚的 因为相当于两个人 都很有信心 跟对方近单挑 那么目前来 这两个单挑不可能 两个人都能赢对方 看起来 只有一个人能赢 证明这两个人中 必然有一个人 对这个局势的判断 是不准确的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再三人局中 我们从来 如果你跟你的 其中一个对手 打起来共识 一起打另外一个对手 请你这个时候 一定停下来 仔细思考思考 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到底有没有能力 跟他单挑 尤其是你看下 那个人的胜率 如果跟你一起 打第三个人的那个人 他的胜率比你高 你就更要三四了 因为可能你对这个局势 的把握能力 是不如他的 他知道 根据武将和行驶飞机 他刚才打得过你 都打得过你 而你却浑然不止 误入了他的罗网 先上技术单挑 你可费 你打不过他 那么这局 就是个解决的例子 我们这里 打他打得很买力 刘善浑然不止 还能杀他 你看看到会儿 一旦技术单挑 还打定我们吗 这个刘善不一定 包括我们主持角 留了一个变量寸弹 留了一个黑的顺 这留给谁的 当然是留个刘善的 我们主持角 这个局势看的 判断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一旦技术单挑 他现在两滴血 只要把他打一滴血 他就是个死人 因为我们是甘宁 甘宁只要把一个人 打得一滴血 那个人基本上 活不过两额 加上我们是黄盖 不存在断杀的问题 所以这里应该是很轻松 我们快速就认得到 对吧 把这里直接拆光 然后这个 你看这里杀一刀 然后待会再杀一刀 就没有问题了 卡局的卡局非常好 因为这个人的过牌量 是有限的 他说想过到武器 可能还能过到 但是想过到柴 柴柴柴马 这是比较难的 旁途的过牌 本身并不足以 支撑你很快的 过到这个顺柴 好吧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只要把他压了一血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随时等死状态 我们甘宁本身 也要去牌 但是黄盖在 你就不去牌了 而同时黄盖又完美 克制了流帅的享乐 因为我们本身 就有大量的牌用出去 对不对 好 这些闪一下 那么他这里就要不回去 那么下一轮 我们搞死他 基本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吧 我们有移代牢 可以把这两个红射备 给换掉 然后黄盖在裹一波 基本上就 不存在问题了 这里就好 好 那么裹一下 给来这个黑牌 那么这里也就不用啰嗦了 直接一杀 完美 其实这套也不用电视了 好评 所以你看到吗 这局就是 不仅看到了 干江洪盖这个总盟的威力 爆发以后 一吋拆 可以把魏伯尔全拆光 还有就是三二局中 主角的考虑 是非常非常兴趣的 对于这个单挑强度的认识 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就使得我们能够 走向最多的设定 他知道 谁才是他的真正的威胁 谁是他 不需要担心对手 对吧 比如说这个刘善 看起来好像强 实际上是个纸牢 而且要反 贾徐 他其实没有装备 他也是我们的一大威胁 因为这个人 他一旦进入专跳以后 摸到一个任务盾 那我们干净就束手不策了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 来自于百度专确的标帅 玩家的投稿 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 咱俩团队的主要议论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黄盖这个武器 也是希望大家都 看得满意好吧 那我们也就 下期节目再见 也预祝大家心里愉快 对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 每周日的晚上 都会在B站直播 大概晚上8点左右 也是欢迎大家来观看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